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念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集 你发誓不改我姓 白小桃愤怒中惨叫着身体急速后退 内心对于小气凌的诅咒 已经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 若非是此刻他无法收拾那小气凌 白小桃必定会将其扒皮抽骨 我恨你 白小桃沮丧着脸 此刻退后的瞬间 那中年男子已然脚步落下 右手抬起后 顿时者天地暗变 骤然压抑 虚空开始扭曲 一股风暴惊天爆发 这风暴与之前比较 似乎弱了一些 可哪怕是这样 也依旧是太古之力 轰鸣天地的同时 随着中年男子一圈落下 这风暴似排山倒海一般 好似凝聚了世界之力 直奔白小桃 呼啸而来 所过之处 虚无碎裂 如要被吞噬 好似随着风暴的靠近 这天地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远远看去 这风暴铺天盖地 也就是刹那间 就出现在白小桃的身前 白小桃惨叫一声 此刻没有别的办法 她的眼睛早已赤红一瞥 她的呼吸急促无比 在那风暴靠近的瞬间 白小桃慕然大吼 双手抬起 向着大地狠狠的一按 口中更是如寒风般传出四个字 水则国度 轰轰之声 哪怕在这风暴的呼啸下 也依旧传遍苍穹大地 回荡整个宫殿区 只见以白小桃为中心 这四周无尽范围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小世界的大地 都直接化作了沼泽 随着水气的扩散 一声好似从岁月中传来 从远古咆哮的嘶吼 猛的就在这片小世界内 讨天回荡 更是在这吼声扩散的刹那 一根根力次拔地而起 水则国度 白小春的这个杀手节 此刻再次降临世界 随着昏鸣回荡 随着力次的冲天而起 一座座山峰 更是陆续的突兀出来 而那嘶吼也同样的越发清晰 甚至引动了波纹扩散整个世界 眨眼间 就与这来临的太古风暴一圈 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空鸣巨响 寒动天地 在这碰撞下 在这太古风暴一圈中 水则国度出现的那些历次 与山峰轰然震动 竟有些支撑不住 不是将被摧枯拉朽 而是被震颤的模糊起来 好似要从这召唤的状态下消失一般 可就在白小春心里 一凉不禁倒吸口气的瞬间 在那风暴一圈 似要将水则国度穿透的刹那忽然的 比之前的嘶吼还要强烈的咆哮 似乎带着不甘心 猛然间在这个小世界再次传遍霸方 水则国度 竟首次的在白小春的一次施展中降临了两次 随着咆哮 好似两片大路直接拔底而起 那两片大路之间充满了无数的山峰 仔细一看 那赫然是牙齿 而这两片大路 正是白小春这本命之寿的凶恶巨口 如同鳄鱼 凶残之意更是超出曾经所有 此刻随着出现 直奔着太古风暴一拳 世界都在这一刹那仿佛要崩溃爆开 可终究 白小春的修为不是太古 这水则国度尽管强悍 可白小春的修为难以支撑 最终 在那不甘心的嘶吼中 水则国度消散开来 太古风暴一拳呼啸直奔白小春 虽如此 可这一拳明显在气势与神通上比之前弱了不知多少倍 水则国度让其消耗极大 白小春来不及多想 他也没指望水则国度能完整对抗这太古一拳 此刻他呼吸凝重 低吼中肉身之力全部爆发 修为运转的同时 眉心更是出现了通天法眼 紫光刺目 璀璨爆发的瞬间 龟文郭再一次出现在白小春的面前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眨眼间发生 刹那间 太古风暴一拳就轰在了白小春的身前 他的肉身好似要撕裂 他的修为似乎要碎灭 鲜血狂喷中通天法眼的紫光 也只是让那风暴一拳断了瞬息而已 最终 这一拳直接就落在白小春面前的龟文郭上 仅仅是声音就震荡的整个世界颤抖 白小春鲜血不断的喷出 身体更是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向后倒飞 全身五脏六腑如药碎裂 恢复之力在这一刻也都好似运转到了极致一般 再疯狂的恢复 可这一拳还没有结束胡小姐 直奔白小春倒退的身影轰击而去 哪怕已被削弱了太多 可依旧还是恐怖无边 龟文郭更是因白小春之前的强行召唤 再加上此刻的伤势以及太古风暴的影响 竟没有回归白小春的身体 而是被直接打飞到了远处 被一片柔和之光插纳包裹 这柔和之光来自气凌 白小春 这一次如果你还能通过 老子从此就在你面前彻底低头 小气凌也看得心神震动 此刻吼着狠话声音回荡世界 低你妹的头 七凌 你给我等着 白小春勉强后退 此刻顾不上多说 眼前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他整个人都颤立起来 在那风暴一拳靠近的刹那 白小春也疯狂了 拼了 拼了 低吼中 白小春竟不退一反进 直接就爆发了汗山庄 没有结束 更有不死劲的速度加持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抬起 猛的握住后 直接打吼起来 不灭地拳 轰轰之声回荡中 白小春的身后 直接出现了巨大的地影 他自己也都不知道 此刻爆发的是几倍帝王拳了 总之 是在这危机中的一次彻彻底底的爆发 轰鸣中 他整个人就如同一道流星 直接就与那风暴一拳轰在了一起 声响 睁耳欲聋 天地颤抖 一股莫大的冲击力 骤然扩散 甚至 这一片世界所在的宫殿群也都承受不住 大范围的崩溃坍塌 瞬间整个世界唯一还存在的建筑 就只有在那一片宫殿的废墟之间 屹立在那里的主宰雕像 那风暴一拳 在经历了种种削弱后 此刻也终于溃散开来 白小春鲜血也不知喷出了多少口 他只觉得一股丝要毁灭自己一切的力量 正在不断的爆发将自身吞噬 危急关头 他直接就展开了神沙之法 忽命中 白小春的身体直接化作血雾倒退 在远处凝聚后 四海无法卸去这毁灭之力 继续崩溃后 再次凝聚 周而复始七八次 重新凝聚时 白小春再次喷出鲜血 整个人倒在那里已经是精疲力尽 可他的笑声却是回荡四方 我通过了 不可能 这半空中 气凌目瞪口呆的看着白小春 他一心想要破坏阻挡白小春的闯关 可如此难度之下 白小春居然还是成功了 尤其是这一次 并非是彻底依靠龟文公 甚至可以说 就算是有那龟文公换一个天尊 怕是也支撑不住 甚至 这小气凌心底 都对白小春产生了一些佩服 可他一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就有些抓狂 不甘心的吼了一句 你发誓 再住在面前发誓 成为我的主人后 不改我的姓 什么玩意儿 白小春一乐 你发誓 滚蛋 老子才不发誓呢 就要改你的姓 白小春 一想到这气凌在这些关卡对自己的祸害 他就眼睛一瞪 可白小春没想到 他只是一句话 就好似对这气凌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这气凌竟然凄厉的嗷嗷尖叫起来 与此同时 那打出风暴一圈的中年男子居然再次走了出来 看着白小春抬起了右手 白小春眼珠子都要瞪掉了 他知道 若是再让对方打出一圈出来 自己就废了 此刻猛的一个哆嗦 正要开口去安抚一下小气凌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在这片世界里 此刻唯一毅力的主宰雕像没清楚 原本坐在那里的身影 竟缓缓地站了起来 更有超越天雷 如同规则的浩瀚声音 带着无尽危言 回到整个天地 小吃 你够了 闯关者 这一关 你通过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